6月30日 一枚火箭在测试的过程中意外发射 坠毁在河南国一室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但爆炸震随当地民放过来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上周日 一枚火箭在飞行途中突然失去动力 冒起黑烟 然后迅速坠毁 爆炸后升起一个巨大火球 有村民透露 火箭发射地离他家只有一里 当地村民表示 火箭发射前要求他们撤离 但火箭爆炸发出巨响 附近村里的玻璃都震碎了 村民们目前仍在等待回村通知 北京天兵科技有限公司 当天下午表示 这枚火箭是该公司研发的 天龙三号液体运载火箭 在测试过程中 火箭因结构故障与发射台分离 导致这次事故 有分析认为 研发阶段的火箭在测试场外 意外飞行并坠毁的情况 实属罕见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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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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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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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是水 看外边拍了多少个 拉着我准备回天的车 我副岛里边也有 膝盖自己先撤 6月30日深夜 陕西西安地铁8号线 再建通道发生涌水涌沙事故 7月1日 设施路面塌陷 出现一个巨大的坑洞 引发关注 事发地点在西安开远门附近路面 网传的视频显示 道路路面出现巨大坑洞 坑内两条管道正排出一黑一白的水 坑内的黄土不断的塌方 路面的一个大树也倒进坑里 离几不远就是屈民居住小区 看起来相当危险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发布通报称 6月30日23时许 在建的地铁8号环线开远门站 土门站区间联络通道施工过程中 突发涌水涌沙 7月1日凌晨4时许 监测到现场路面有沉降 5时50分 该路段临时交通管制 8时许 该区域部分路面出现塌陷 路媒报道 7月1日上午 不少市民发现 西安西二环开远门段 由南向北 西安航空学院 莲湖校区 附近路面塌陷 导致土门周边道路严重堵车 离他县区域最近的小区 是西开社区土门洞区 目前他县一侧的居民已撤离 大陆网民表示 本地人说一下 以前的地方有河 后为了卖地改为暗局 所以地下水丰富 地铁出事 属于不可抗力 先是成都八号地铁 他县 现在西安八号地铁 城里修地铁 地都挖空了 好好看看柏油路面的厚度 这条路建议重新修吧 迟早出大事 这都是豆腐渣工程 虽入不调 西安八道 不调 这些只需要 西安八道 所有流亟 需要流亟 我 pojaw 看起来不散 他不散了他在追了个猴子 这个肉丸都臭掉了 还不叫鱼子菜 你们不叫鱼子菜 这个肉丸都臭掉了 这个肉丸都臭掉了 这完了臭掉了 这个肉丸都臭掉了 张冠军你真的能了 现在 现在 太好东西 这什么菜 12315 12315 12315 吃点味道 都发扣了 还不叫鱼子菜 这不叫鱼子菜 这不叫鱼子菜 没没没 这都鸡 鸡党服务器 出个家园啊 花了 大概多少钱啊 多少钱一份啊 十几块啊 十块钱一份 你看 就吃两口啊 这个也是啊 有的臭碗都臭掉了 这是机场服务区的啊 这不都是送快餐的吗 这不叫鱼子菜 这叫什么 你们看看啊 所有的机场服务区啊 现在给我们吃鱼子菜啊 鱼子菜 刚做出来的 刚做出来的 肉丸会臭掉的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 RG3 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1.0 1.0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